又到了吃羊梅的季节 吃不了的羊梅可以试一下做成羊梅干 酸甜美味 树上栽的小羊梅有两斤重 看到羊梅我的口水就流出来了 加一点盐稍微多一点 加清水浸泡大概15分钟左右 泡好之后把羊梅给洗一洗 然后每一个羊梅都给它挑一下 把上面的地给去掉 杂质给去掉 然后再加清水都冲洗两遍 洗好之后把羊梅给捞出来 倒进不粘锅里面 加100克的冰糖开小火 羊梅的含水量比较大 所以不用额外加水 小火慢煮 羊梅会慢慢的出水 煮到最后羊梅会缩小一点 锅里面的汁水变得很多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勺子 把汁水给过滤一些出来 可以用它来冲开水喝 很香的 不想过滤的话就直接熬 把里面的汁水慢慢的熬干 用铲子时不时轻轻的翻动一下 熬到最后里面的汁水收干 成这种状态 像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倒进铺了油脂的烤盘里面 用筷子把它拨散 不要挤在一起 拨散开之后放进烤箱里面 肉丰功能160度烤半个小时 烤好之后取出来 用筷子把它翻一面 然后再放进烤箱 100度烤了半个小时左右 没有烤箱的话盖上密网 放在外面晒 大概一天的时间也能够晒成这种状态 就是摸起来表面是干的 还有一点软的状态 这样我们的羊梅干就做好了 做好的羊梅干酸甜美味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用它来泡水喝 怕酸的朋友可以表面裹一层白糖 这样吃起来风味更加的独特 如果你家里有吃不了的羊梅 试一下吧 拜拜